上回我们讲到,小盆他们想借吕不韦对付路海的机会,乘机剪除路海, 汉少龙的心觉得有点不妥,于是向李斯洗了个颜色,李斯也仔细地想一想就说, 连我们都知道邱日星和杜碧和蒲谷暗中勾结的,吕不韦没理由不知道。 这次,他只是针对路海,一句都不提杜碧,只怕其中有点问题。 你说会不会,李不韦和杜碧和蒲谷暴达成了个秘密的协议, 牺牲邱日星,反倒太后路海,然后再,众人向他那里不如都面色一呈一扁。 昌文君定神地想想,他说,哎呀,今天真的有可能的, 蒲谷在祭祀回来的路上,被李不韦请上了马车, 两个人一起回来咸阳的,硬定在车上,就达成了协议了。 这些就是政治了,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形势转变得这么快, 所以,敌对的人也都因为利益关系的转变,可以变成合作者。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以雷不韦的立场来说,他和路海和朱姬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和小盘和汉少龙为首的政治集团,更加和他的仇心似海, 如果不是有蒙骄的实力,在背后撑住他,说不定他早就没命了。 但是,如果他和城矫这个政治集团的利益相结合的话, 声势当然不同了。 无论如何,如果挖倒了小盘,扶了城矫,上回这个皇位的话, 以城矫的实力,要倚众他呂不韦的地方还有很多, 他也不怕城矫可以换出什么花样。 小盘想到这里,不如得神色形众, 寡人反而没有想过这一点, 这一次,真的很可能, 呂不韦和蒲姑他们勾结, 推倒了太后之后, 真是对付寡人, 好捧过城矫上位吗? 黄灵道吸口凉气话, 自从黑龙出世之后, 雷不韦和杜碧方的手脚, 在反反形势的这个大前提之下, 他们互相结合, 今天真是毫不稀奇的, 现在就要看我们, 到底应不应该乘机坐下落海了。 众人就一起望向项笑龙, 项笑龙看到这样的神情, 又听到他这样的说法, 批人都感到, 看来命运真是没办法改变, 路可注定了不会这么快败忙, 所以众人才有个这样的想法冒出出来, 对吕不韦来说, 承矫的威望比小盘差了几条街那么远, 杜碧蒲谷也比不上黄吉、利斯、黄展和自己他们, 所以如果小盘被承矫取代了, 那承矫呢, 就是只要被他操控, 而绝对没有自主还手之力的, 由此也可见, 他对小盘自己心目中的亲生子已经是彻底失望, 康小龙微微一笑话, 路海算了什么, 眼前我们最大的敌人仍然是吕不韦, 所以暂时最聪明都是留下路海来祭找吕不韦, 然后再想办法清除承矫他们, 那时候吕不韦就无所作为了, 小盘走就有眉头问, 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要对付承矫呢? 这样就简单了, 承矫现在在东三笨, 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 是因为他勾结了赵国的大将旁乱, 那如果我们要他和杜碧一起领兵出征赵国, 那他和赵国的关系就无所遁形了, 只要我们抓到他和赵国传统的证据, 那那时候还怎么会对付不了他呢? 众人听到都不如拍案叫绝, 李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加应该让路海知道, 是吕不韦要嫁祸给他, 那他和吕不韦就更加势成水火了, 小盘十一声起身说, 好, 那寡人, 现在马上去主持宴会, 杭太傅, 你带一队禁卫军, 将太后和那个假宦官, 接到皇宫里面参加春宴, 你一次, 就当他气数未尽好了, 说完之后, 吕一声, 大踏步地向前走过去, 杭少龙想到自己就来又见回朱姬, 不禁好头痛, 想不到忽然间会节外生枝, 自己本来想着口下放回个大架的, 谁知, 也因此而被打乱起上来, 杭少龙于是带着十八帖位, 和小盘最精锐的五十个禁卫兵团, 风驰电制地来到金泉宫外, 怎样在皇宫门口突然涌出一队刀卫军拦着去路, 杭少龙早就估到了, 既然呂不卫要有心除去路海, 那现在呢, 肯定会首先派人包围着金泉宫先, 他也早就想好了应付的办法, 撑一声, 拔出百战刀, 大海星说, 谁敢阻挂我杭少龙, 那帮铁卫和禁卫军一声立陷, 拿出盾牌功劳长卯, 祖城镇势, 将杭少龙护在正中, 弓矛疾子, 向前直冲过去, 那帮都卫兵见到他们气势空地冲过来, 而且杭少龙带着的, 禁卫军是皇上的亲兵来的, 怎么敢横抗啊, 即使鸡飞狗粥散开两边, 这个时候, 金泉宫那边也吊桥升起, 宫门紧闭, 杭少龙他们来到工场旁边, 勒马亭亭, 这时候, 冠中邪得了品稿, 立刻带上许箱, 以及五六十名都卫军席迎过来, 冠中邪一见到他冷言, 杭统领, 你不是要参加春宴吗, 杭少龙想起他当着自己面子杀了国卿, 恨不得一刀就撒死他, 等他来到自己面前, 他微微笑, 拍马走前几步, 离管中邪之后四五步远, 这样才停下, 他说, 管大人, 如果杭某人向你发出非针, 不知道管大人在这样的距离之下, 有多少程把握可以避开呢, 管中邪和许箱一听, 当堂面识大变, 因为他们都知道, 杭少龙的非针的利害犯, 尤其上些田业, 他那手五针连满, 他真是神父奇迹, 现在自己离他之后四五步远, 而他的右手已经贴在马身旁边, 五指虚脸, 反转的手背, 显然在手心里, 已经藏起了几枝非针, 管中邪仔仔仔看了他两眼, 勉强笑一笑, 韩统领真是开玩笑, 这么近距离, 韩统领非针一出, 秘迹就只有受死了, 这, 那两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我韩统领绝对不是开玩笑, 你们居然敢包围金泉宫, 已经冒犯了太后, 如果我要将你们处决, 谁敢说我做得不对? 他上这阵时已经冷静了, 即时说, 汉大将军误会, 我们只是奉重负之命来保护太后, 汉小龙就扮到这样才访炎大人, 原来是这样, 你们是来保护太后, 那你马上走人都行, 这个保护职责交给本大将军, 管忠邪双眼之中闪过怒火, 但是他始终都不敢发作地跌下头说, 近尊大将军之命, 大开声, 走, 一拨码头, 转身急迟而去, 眨眼之间, 所有的刀卫军都走得一干二净, 汉小龙敢声另转头, 对着金泉宫的门口大声叫, 盧大人请放下吊桥啊, 吊桥放下, 汉小龙就叫众人收起没起, 带头昂然地直奔宫内, 一进到宫门口, 就见到路海, 韩蜆, 令齐, 路士, 几个人一起全副规格人一上来, 汉小龙跳下马, 伸手握住路海的手, 老大人请恕罪, 我来迟了, 太后有没有受到惊吓啊, 路海刚才看到管中徐那些, 杀气腾腾地包围了金泉宫, 正好似京宫之鸟一样, 见到汉小龙忽然间解围, 心感先病一些, 这个时候满怀感激的嘛, 这件事, 汉小龙拉走他的身, 轻松的嘛, 我知道邱日星, 被呂巴尉组出去之后, 我马上去入宫见储君, 说明, 路大人和这件事绝无关系, 是邱日星自己勾结外人行刺储君而已, 储君也都明白, 错怪了大人了, 就马上叫我来, 接太后和路大人入宫参加宴会, 路海听到不敢整身一阵, 少龙你真的这么老友, 我路海绝对不会忘记你今日之事的, 不过我不明白, 为什么邱日星会这么蠢, 做了行刺储君的事情, 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汉小龙小声小笑话, 这么做对他自己肯定有好处, 到杜碧, 蒲谷和城桥都有很大的好处, 不过对路大人就没什么好处就是了, 路海这个人也都是话头醒美的感性仿然大悟, 你这个天杀的狗财啊, 被人捉了还想冒陷我, 你人使他们走进宫殿里面, 只见朱姬站在大殿中心, 满面怒火狠狠地盯着汉小龙, 似乎要将满腔怨气都发射在他身上似, 汉小龙就一声跪下, 行了君臣之礼说, 汉小龙奉储君之命, 前来迎接太后去皇宫主持宴会啊, 朱姬听我冷笑一声, 刚才用派兵来包围金泉宫, 现在就请我附展, 那个五翼仔, 他还记得我吗? 路海这个时候知道, 自己的命真是靠汉小龙刚才救回来的, 听到朱姬敢说吓走跳, 哎呀,太后,不用听插嘴, 路海听他感到很尴尬, 蹲下头不敢再出声, 汉小龙站起来, 微微笑他说, 太后你误会储君, 他都刚刚知道, 有人包围金泉宫这件事, 所以马上派出微臣和禁卫君前来接驾, 嗯, 汉小龙, 你身为刀骑统领, 见到有人斗胆包围金泉宫, 居然当场捉住这些人, 你还有面子来见爱家吗? 汉小龙叹了一口气, 太后, 你都不是第一日认得雷不韦的嘛, 太后如果真的要怪储君和汉小龙, 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 如果太后连路大人和小臣都不信任, 那就可以信任什么人呢? 骆海旁边立刻插口说, 没错没错, 小龙的确和微臣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啊, 朱基听他这么说, 恶言一阵, 看了汉小龙一眼, 唉, 这么叹一口气, 是, 现在爱家可以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不过爱家已经没有心情再赴烟, 你和路凤常去吧, 不过, 我要你发誓保证他安全回来, 汉小龙断言说, 小龙敢以自己的人头担保, 楚军已经明白, 幼日姓这件事, 和路大人绝无关系, 但是小龙, 依然要狠请太后入宫赴宴, 如果不是, 只会被那些卑鄙小人任中得意, 以为已经成功损害了太后连楚军的和谐关系啊, 和谐关系? 不是爱家, 和王儿现在的关系很和谐吗? 不过这么多好, 我都要趁这个机会和他好好谈谈啊, 那太后, 请你起嫁了, 朱姬犹豫一会儿, 谈一口气话, 好, 小龙你陪我坐在一架车里, 爱家有说话要问你, 杭小龙没办法, 偷偷地望了路海一眼, 见到他跛低头, 但是双眼之中, 闪满了妒忌的神色, 杭小龙的心不如也叹一口气, 路海啊路海, 你这个人真是为人心胸泰的合爱, 怎么做得大事呢? 我刚刚才救了你的命, 但是你都敢用来对我, 可知你的本性是多么坏才能打, 朱姬吩咐杭小龙, 坐在自己的马车里面, 然后, 偷着窗帘, 望着窗外, 好像流水一样小的咸阳夜景, 再也不出声, 杭小龙望着他的面容, 心里面, 不价得亦都是百感交集, 自从庄商王过身之后, 朱姬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后, 是因为吕不韦造就的, 但是也因为吕不韦, 而使他失去了很多的快乐, 甚至, 连他自己都搞不清, 和吕不韦之间的恩恩怨怨, 现在呢, 他最信任, 也最依赖这个男人的脑海, 表面看起来, 虽然很风光, 但是其实, 由此至终, 也都是比各方面利用的一只棋, 想不到朱姬这个人平时这么精明利害, 但是一旦迷恋的男人上来, 也都是会糊涂到这样的地步, 杭小龙的心里面, 正是那么那么淡一口气, 朱姬忽然间说, 小龙, 我以后应该怎样呢? 听着他这句这么无助的说话, 杭小龙忽然间觉得朱姬好像忽然间露了十几年一样, 他心不忍得震, 太后, 你 跟着已经不知道再说什么说话好了, 朱姬宁转的身躯, 定眼望着他说, 我知道了我对你不住, 我有时对你真的很狠心, 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时我真的恨不得有人可以杀了你。 杭小龙知道他说的是那次他准許管忠邪和自己缺斗这件事,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不会怪太后,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怪你。 朱姬整身震一震, 担高头望着他, 过了一阵, 忽然间说, 笑龙, 你老实告诉我, 那条黑龙, 究竟是真还是假的, 你不要骗我, 杭小龙听到这句话不够无名火起, 想不到到了这句时候, 朱姬依然一心要为路海打算, 他冷冷地说, 当然是真的, 你想假, 假得到吗? 朱姬看了他一阵, 虎笑, 你生气了, 我有时真的希望, 你能够打下我, 骂下我, 那我还会好过一点, 我太熟悉你了, 只是见到你这样答我, 我就知道那条一定是一条假龙来的, 你了解好厉害啊, 一定是你想出来的, 没有人比你更加懂得装神扮鬼的了, 杭小龙听到他心一意, 不如涌起一股, 自己都很难明白的情绪, 有时候, 我真的恨不得, 要狠地打回太后一餐, 朱姬听到这句话, 不如他整身剧阵, 啊, 那么轻叫一声, 上眼之中, 射出非常复杂难明的神色, 跟着他咬咬咬, 不悔一切, 整个身体向杭小龙挨过来, 他要撲到杭小龙的怀抱里面, 杭小龙也情不自禁地, 双手紧紧地揽住他, 几乎, 就要将自己的嘴唇, 贴上他的嘴唇那里, 狠狠地舍他一口, 他们, 已经不顾得那么多了, 只是想重新开始, 将过去, 已经错失了个机会, 岁月重新找分回来啊,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马车忽然停下, 原来, 已经到了皇宫, 朱记下延地整身一阵, 马上将他身向后一摁, 离开了杭小龙的怀抱, 杭小龙也在他心头叹了一口气, 看来, 命运, 有时真的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变改, 朱记来到了宴会的现场, 小盘女不为, 和一帮大臣都一起热热地欢迎他, 大家就好像从来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袍谷和道碧, 也都有列席, 而且神色平正, 如果邱日星有机会见到这一幕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牺牲是这么不抵的, 但是杭小龙呢, 他望见管宗邪, 心头的怒火, 他又没有办法压止, 因为郭兄的死, 所以他心情非常之危, 他望见管宗邪, 和女娘用许箱田交, 正在坐在一起, 小小声聊天, 不如只手按刀臂眼火直飙, 唱平均为了缓和气氛, 拉拉他的手, 那个三绝才女果然是名不虚传, 刚才你未来的时候, 他已经唱了一首曲, 哇, 真是如阴妖良, 我现在, 整个耳朵还黏了他动人的歌声, 小龙, 你想不想叫他再唱一曲啊, 汉小龙深深地吸一口气说, 我现在正是想杀出管宗邪, 李斯和昌文君两个都大感恶言, 李斯就说, 小龙, 请你三思, 不值得在这个时候没这个险的, 这个时候, 小盘女不毁和整班大臣, 正是轮回向朱姬敬走, 刚刚过了一段落, 各自坐好, 千多人的殿堂忽然静下来, 正要听朱姬的份话, 就是这个时候, 汉小龙再忍不住了, 露气上涌, 他十一星起身, 众人的眼光就马上被他吸引了, 一起望着他, 汉小龙望望小盘和朱姬大声, 微臣上一次和管大人比武, 因为管大人把剑断了, 所以没办法进行下去, 现在见到管大人, 已经另外配了一把宝剑, 我感到好手痕, 希望可以和管大人再比一场, 以作作卿, 请太后和赤君赤准, 大殿杀时静晒, 人人都感到好恶然, 显然想不到, 汉小龙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提出挑战, 事实上, 前两次汉小龙和管中邪的比武, 汉小龙都是被迫应战, 今次, 因为他心愤恨国卿被人杀死, 所以主动出击, 这阵时大家都明白, 汉小龙发出真火, 一定要将管中邪杀死, 雷不韦听到不如都面子一扁, 哼的声, 在小盆和朱姊都未开口之前, 说, 今晚, 是春宴大喜, 不如妄动刀兵, 笑龙, 你如果因为私人恩怨, 路可在旁边突然一声长笑, 打断了雷不韦的说话, 仲父这么说就不对了, 上次比武之旗, 是仲父的生日, 难道那次是大悲之日吗, 为什么那时候仲父反而一力主战呢, 雷不韦被路海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说话, 他双眼空光连闪, 狠狠地叮了路海两眼, 敬赏梅京, 管中邪站起身就说, 杭统领果然眼泪, 提出非即配的是齐国的明鉴射日, 你把剑珠非凡品不容易撕断, 所以动了牙庆, 希望储君太后仲父, 持尽忠邪和他比武, 我一定落于丰陪, 小盆吓吓一笑话, 好, 那才看我大秦的好男儿, 希望太后赐尽, 朱姬双眼望定杭绍龙, 眼神里面透露出感激的神色, 他以为呢, 是因为刚才管中邪包围金泉公, 已经算是侮辱自己, 现在杭绍龙要为自己出一口气, 所以马上点头说, 我大秦向来都以武力为国, 两位庆家正是体现着 我们大秦的尚武精神, 准于所情, 杭绍龙知道朱姬会错了意, 但这个时候哪里得那么多, 借此之后, 就和管中邪一齐离开延迟, 向大殿正心走过去, 杀时之间, 大家都感到杀气 忽然离买了整个大殿, 这个已经是两个人第三次交手, 前两次, 管中邪都因为不同的原因 落起下风, 今次他能不能够扳回败局呢? 伦臂力比剑法, 管中邪的实力, 都绝对在汉少龙之上, 他第一次赢到汉少龙, 是因为在心理上输了, 以为汉少龙命不久矣, 自己不值得为一个这样的人, 和他两败俱伤, 第二次, 是输在对白箭刀法全无形式, 操守不及, 但他依然可以借把剑被人砍断过瞬间逃生, 甚至分毫无损, 现在, 管中邪对白箭刀法已经有了应付经验, 而且一定会断死历战,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究竟谁能够赢, 真是还未知之数?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嗯?